所以後來經理也在這邊 然後就在我們去附近的稻親 就是中國鎮那熱血堂 拜訪那邊去拜訪稻親 然後那天晚上就是要坐在那邊 那我一進去高清家 我就想要上廁所很急 那怎麼辦 廁所在哪裡 也不知道廁所在哪裡 因為我陌生地方 然後我又不好意思說 問人家說 不會講對不對 我不會講 對 語言不同 所以我要上廁所 這個在哪裡 我可以說 你在幾天了 我說二十幾天了 二十幾天了 你廁所不會講 對 從那時候我永遠就記得 我告訴你們那句話 烘南露天來 烘南就是廁所 露天來就是在哪裡 是烘的嗎 下了車到了佛堂 你要上廁所你就問說 烘南露天來 這樣什麼 烘南 乳天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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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風起來了就會地板吃 從那時候到現在 我都沒有忘記過 烘南乳天來 有沒有學了一句泰國話 烘南乳天來 不知道 等一下你可以試看看 最後會聽最要緊的 等一下你笑到 大陸華堂說 後來我不要 他等一下拿一頭髮給你 哇 所有人下去都在問 對啊 他說我沒有那麼多頭髮 我們越南的一個員工 你是要問哪 他要拿那個小小隻的那個 小小的那個刷子 刷那個成品的那個毛絮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姐姐姐姐我要掃把 然後我就說 我這邊只有兩隻 你要幾隻掃把 我要一隻就好 然後我就帶著他去拿 然後就拿著掃把 要給他 不是小小隻的這樣的掃把 我說怎麼有這麼小隻的掃把 結果有另外一個人 就跑出來講話 刷子 刷子 還有人把掃把拿到機台上去 介紹一下那個妳好吧 妳好 妳好 問後語 沒有說這樣子 有 而且呢 賣肉給在 賣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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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概就是這樣子 賣爐 那個修 修講師講的什麼 賣菜 賣東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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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媽媽送我的禮拜一送 謝謝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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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上 純屬笑料 不可當真